这个房卡的话就没什么特殊之处了 还是一样的房卡 然后进去 进去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北 看我今天是不是不一样 不对 我应该说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北 这样是不是更酷一些 因为我今天走的是郁姐萌 而且这个 造型啊 妆啊 给画的 你看这个眼影 熊猫眼 熊猫眼影啊 这样说 就是刚才去西瓜那边安排拍照 然后我拍完照回来 没卸妆 我就直接这样 看我在哪里 这是我们西瓜食品 给我们安排的 五星级的豪华大酒店 我是第一次住啊 长这么大 第一次住 五星级豪华大酒店 我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所谓的五星级的豪华大酒店 长什么样子 就是说 五星级的床 就是人躺下去 会被弹起来吗 我现在来 舍了我这张老妖 来试一下 万一我躺下去 起不来的朋友们 这个事情 大家就看不到 如果能看到 说明我起来了 真的是能弹起来 但是也不那么软 比较硬 相对来说 比我之前住过的那些 两三百块钱一碗的 还是要好很多 然后床的对面这里 这里就是工作台 刚才我的这一剪视频 这个工作台还是比较简单 这里的话就是 休息区 沙发 然后茶几 这个采光还可以 采光你看 微信间的门旁边 这里是一个衣柜 一个柜子 这个有柜 哇 还有保险箱 应该是标配吧 还有一把雨伞 哇 还送了一把裙子 开玩笑的 这个裙子是我的 我挂上去了 哦 这里还有两件睡袍 两件 这不是单人件吗 为什么要有两个睡袍啊 好 不管就是多了 看 这后面是一个运斗吧 运衣服的 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深有 深有感触 就是经常行李箱里面 带着衣服 就会皱皱皱皱皱了 这个挺好的 点赞 给五星级大约点 点赞 这里就是这个房间的卫生间 有句话说 从哪里看出这个酒店干不干净 豪不好华 就得看它的卫生间 所以我们走去看卫生间 五星级大酒店的卫生间 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卫生间了 这是大家都认识啊 然后怎么说嘞 不是很宽裕啊 感觉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小的 这个卫生间面积还是比较小的 这个是洗澡的吧 应该是 然后这里就是洗漱台 这个镜子 这里呢是挺 看起来就是挺豪华的啊 这一块有个灯 一个小化妆镜 嗯 然后就这些 这里也是 哦这里这里这里我喜欢 这里我喜欢了 一个怎么说 落地窗的浴池 在这里就是晚上点两根蜡烛 然后泡个枣 上面撒一些玫瑰花瓣 应该是挺舒适的 然后再可以看着上海的夜景 看美不美 嗯 然后我现在在哪里呢 我现在在五星级大酒店的浴缸里 我也没有泡 我就想感受一下 泡不泡都没关系 我只是想躺一躺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啊 但是我这边看的话 就有点区别了 好了 现在我们看完了整个房间 是不是礼貌性的 应该关注一下 这样的一个酒店 这样的一个房间 注意晚上需要花多少钱呢 我们现在在美团上面 查一下它的价钱 当当 看 就是我在美团上面查到的 上海东 景江西尔顿109店 豪华性 看啊 我现在住的这个就是什么 标准大床房 998一晚 一千块钱一晚啊 一千块钱睡一晚 豪华大床房 一千一百块钱睡一晚 豪华房 一千两百块钱睡一晚 行政大床房 一千四百块钱睡一晚 所以说我今天晚上这一睡 就睡掉了西瓜视频的 一千块钱 喂 喂 真的 长这么大 小北长这么大 23岁 第一次住五星 金大酒店 昂起海是托我们粉丝朋友的福 托西瓜视频的福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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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